我叫曾鴻伟 然後我英文名字是Gary 那是我在國外用的名字 然後我其實入行應該有差不多十年以上吧 因為那時候認識那個史明偉老師 所以後來我在他底下的工作室工作了一陣子 對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說老實話就是一個敲門磚吧 如果就是來一席這邊學習 然後又跟史明偉老師認識 就變成是一個入門的敲門磚 就打開那個門 然後後來就是一些機會就慢慢走入這一行 為什麼我會參加那個留學先秀 我反正就是我想要出國 但因為家庭不是這麼富裕 所以真的沒有那個錢 就是直接說這邊課程結束之後 我要出國讀書就對了 所以後來我才會為什麼會先到史明偉老師底下工作 就是工作 就是那時候規劃是想說 先在國內待一陣子 先磨練一下 然後順便存點錢 之後有機會才出國留學這樣 但就誤打誤撞 就是之後那個實習機會 我就 哇那不用花錢留學 我就可以出國 那我當然就直接先去 然後我就不管三七的時間 那時候英文都不懂 我出去的時候 英文都不懂半句 我就直接出去 因為我覺得 不出去就沒機會 第一個當然是它的Quality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時間去雕琢 但在電視動畫很多時候 你必須要趕時間 因為那個一集一集 它都有排定的播放時間 你必須要考慮到交貨的進度 所以你要找個平衡點 然後但是在電影 電影產線其實 進度也很緊湊 但是至少你做一個鏡頭的時間 會比做電視動畫還要來的長 所以你會有多一點時間去思考 甚至有時候會做到你 超過你原本預期的標準 因為導演會要求嘛 所以它也會一直push 電視也沒有說不好 但是它電視比較穩定 但是電影就是看案子 這個案子結束之後 如果它不需要人的話 你可能就要轉 當然待遇上面也比電視動畫好 我覺得是做邪貓見割的那步 我第一次到加拿大 我那時候過去的時候 邪貓見割還沒有開始 那一家公司才剛接下那個案子 然後他們之前沒有太多的3D動畫 製作的經驗 所以變成說幾乎是重新 要建立一個團隊 所以那時候過去我是當LEADER 所以我也是要幫忙就是公司去建立那個整套的那個流程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做LEADER 而且是在國外做LEADER 所以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經驗 一開始很擔心 就是我英文到底能不能跟組員溝通 或是跟上海溝通 然後再加上我是第一次做這種比較稍微有點管理階層的東西 頭三個月非常的辛苦 一週七天我都在工作 就是為了要趕快適應那個節奏 然後趕快把那個流程排列起來 其實個人能力那一段沒有提升太多 但是我學到很多是就是組織管理的一些能力 也是因為那個經驗 所以後來那個我去應徵WEITA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這段經驗對我有幫助 目前以加拿大是工作機會是最多 因為他很多廠商去那邊設長 但是目前已經從西岸東移到東岸去 我那時候實在西岸最多 但後來因為西岸補貼已經暫時取消了 所以現在是換東岸的魁北克蒙特羅那邊 如果你不怕冷或是你不怕遠的話 可以嘗試就是試著去加拿大 加拿大那邊公司就很多 所以你這間不行的話 你有很多機會可以找下一間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可以先來試試看 先來讀看看 看看你有沒有這樣的興趣 來這邊上課就是幾個月的時間 我覺得用幾個月的時間去試試看說 你到底適不適合 或是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對這一行有那樣的興趣跟熱情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與其說你直接投一大筆錢直接出國留學 然後最後發覺說 你好天分好像不在這邊 或是說你好像沒有這樣興趣 那如果你經過後面的風險 評估之後覺得不划算的話 你再認賠殺出嘛 那你不過就是賠這一段而已嘛 那你人生這麼長 你賠了這一段之後還是賺得回來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就不用想這麼多 現在大家都來這邊上課應該都還很年輕啦 我覺得還有那個時間去穿 所以我覺得就不用想這麼多啊 就當作一種投資的概念